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终极会计学校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各位介绍 朱令的会计处理方法 在前面两个讲次 我们曾经跟各位介绍了 朱令的相关的专有名词 那么也介绍了同学说 朱令的合约可以把它大致分为两类 那么一类叫做融资朱令 一类叫做营业朱令 那么从曾朱令的观点 从初朱令观点 各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 在上一个讲次 我们跟同学介绍的是 曾朱令对于朱令合约的会计处理方法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跟各位介绍的是 从初朱令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朱令的合约 在会计上应该如何来处理 那么从初朱令的角度来看的话 朱令合约也是分合两种 就是融资朱令跟营业朱令 但是融资朱令的话 我们又按照身份的不同 把它分成两类 就是一般融资朱令跟制造商 或经销商的融资朱令 什么叫一般的融资朱令 是指的朱令公司 或者是一般的公司 从事朱令的业务的这种公司 它所做的这个融资朱令 叫做一般的融资朱令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各位同学你有没有发现说 我们有一些个叫朱令公司 那么朱令公司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不做广告 但是比如说中株敌核 或者是有这个交运通 朱令公司 那么这些叫朱令公司的 他们就专门做这种朱令的业务 他们去买资产 也可能把整个的厂都买下来 然后租给一个公司 或者是买一部飞机 买一架飞机 买一部汽车来朱令 这些都叫朱令公司 那么也有比如说 这个一般的公司 从事朱令业务的 像什么呢 像国泰人寿 全市有200多栋的办公大楼 在出租 那么这些的话 都是朱令业务 那么这些的朱令 有些做的是 融资的朱令的业务 有些是营业朱令的业务 那么这些都叫 这个一般的朱令 那么另外 如果是制造商的 或者是经销商 他专门来制造这种产品来卖的 那么他也可以租 那么他的身份就不一样了 这个叫经销商的融资朱令 或者是制造商的融资朱令 我们把它分成两大类 那么在一般的融资朱令的时候 那么就一般的公司 或者是朱令公司 从事这个融资朱令的时候 他的会计券应该怎么处理呢 原则上我们说 一般融资朱令 那么出租人 应该以最低朱令给付 及未保证残职 都不折算他的限职 来认列为他的应收朱令款 同学你应该记得 这个最低朱令给付是什么呢 就是陈朱令应该付给出租人的总数 这个总数 从陈朱令那边所付给的 加上未保证残职 就是这个朱令资产 助期借满我还要收回来 收回来我还要开始卖给别人 还有价值 那个两个加起来 就是出租人的总金额 就是应收朱令款 那么这是出租人的投资的 朱令投资的总金额 这是他的总数 因为没有折算限职嘛 好 第二个呢 我们把这个应收朱令款呢 按照朱令的隐含利率 也就是出租人所要求的 投资报酬率 把它折算它的限职 那么这个限职呢 我们叫做朱令投资的净额 因为已经计算到现在的价值了 扣除了利息的因素 再把它扣除掉了 所以叫做朱令投资的净额 那么应收朱令款 就是朱令投资的总额 跟朱令投资的净额 这个差额是什么呢 是出租人呢 他的未赚得的融资收益 也就是说呢 他拿钱去买这个朱令资产 然后呢 出租给这个承租人 承租人应该付给他的利息 那么这是承租人的利息费用 当然也就是出租人的利息收入 所以这个未赚得的融资收益呢 应该按照有效利息法呢 把它在租人期间里面加以摊销 那么用什么的利率呢 他的利率就是朱令的这个隐含利率 也就是说出租人所要求的这个投资报酬 有所谓的implicit interest rate 用这个来再谈销 这是关于这个整个的这个相关的科目 有应收朱令款 应收朱令款的话呢 我们要把它计算它的限值 然后呢 以后呢 要按照这个利息法呢 来再谈销 一方面呢 认列这个本金的收回 一方面呢 认列这个利息的收入 注意哦 租人 这个融资租人的话呢 它没有租赁收入 没有租金的收入 没有这个收入的科目 因为它纯粹是做了放款的工作 然后放款的话呢 你这个收回本金跟利息 好了 那么这个应收朱令款呢 我们在这个租赁开始日呢 我们在财务报表上面呢 要列为 在财务报表上面 按照这个应收资认款的 到期日的长短 一年以内到期的 把它列为流动资产 一年以上的呢 把它列为长期的应收资认款 就是非流动资产哦 那么那个未实现的融资收入 怎么办呢 也是一样的哦 把它分别为流动跟非流动 那一年以内的赚得的呢 这个未实现的融资收入呢 把它列为流动资产的减项 一年以上的呢 就作为长期应收资认款的减项 分别列为它的抵消科目 注意哦 这个不能够列为 一代代方余额哦 不能把它列为负债哦 因为它不是负债 它是资产的评价科目 用来跟我们的应收资认款呢 来抵消 算出这个应收资认款的净额 也就是说呢 我们投资下去的净本金 净本金 好 这是这个 资认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会计处理方法 我们现在呢 就举一个例子呢 来跟各位介绍呢 那么怎么样去处理哦 那么这个例子是 有优惠的成购权的 各位知道哦 一看到有优惠成购权的话呢 就表示这个是融资租认哦 它不是营业租认 对不对 一般融资租认 是一般融资租认告诉我们说 出租人呢 它本身不是制造商 也不是经销商 那我们是从出租人的角度呢 来看待这个租认的合约 好 那么相关的合约的内容怎么样呢 第一个 长安公司呢 与中华租认公司 签订租认合约 自11年的1月1日起呢 租用机器一部 租期呢 三年 每年底呢 付租金30万块钱 机器的保险修理等费用呢 估计每年需要6万块钱 由长安公司负担 注意哦 长安公司是个成租人 对不对 它自己负担了 这个保养的费用 所以租金30万呢 是纯粹的购买 这个机器的成本 它不包含修理的费用 所以30万的租金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扣除了哦 好 中华租认公司呢 为揭加该笔租约呢 另外发生了原始直接成本 23261块钱 这个原始直接成本呢 要记录我们的出租的 这个租认资产的这个成本 也要收回这个投资报酬哦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 列这个原始直接成本的原因 好 再来看下面的哦 这个租金届满的时候呢 机器的估计 才只有30万块钱 那么长安公司呢 可以用5万块钱的价格 来承购这个机器 这个呢各位 这个叫做优惠承购权哦 你看呢 30万的东西 你可以用5万块钱去买到 你要不要买 当然要买了 不买的话 就平白的损失25万嘛 所以这个表示呢 陈租人 长安公司呢 他一定会买的 所以呢 这个租资标的物 最后呢 就给到 会回到这个长安公司 不会再收回来了哦 所以他这个营 他这个融资租资 该机器的估计 那种年限是6年 6年以后呢 残值就零了 没有残值 以至中华租资公司的 隐含利率是10% 这个隐含利率干什么呢 用来帮助我们来摊销 它的利息收入的 利息收入的 该机器 中华租资公司的成本 是76万 76万块钱 好 就这些个这个资料呢 我们来看看 中华租资公司呢 在朱旗开始日呢 他应该做这么一个分路 那我们同学来看看 你还能不能顺着 看出来说 为什么做这个分路呢 第一个 应收租资款 我们要借我们的资产了哦 95万 这95万怎么来的呢 就是它的最低租资给付 加上未保证的残值 最低租资给付的话呢 就是30万块钱 他要乘上三年 三年以后呢 还可以用优惠成购的价格 5万块钱来购买 所以中华租资公司呢 他总共能够收到的钱呢 就是30万乘3 就是90万哦 再加上最后再卖断 这个机器呢 5万块钱 所以总共是95万 我们把这个95万呢 收到就应收资认款了 这个资产 然后呢 我们的出租资产 我们不是花了76万买的吗 挂在我们帐上 叫做出租资产 现在要把它代掉了哦 这个资产把它除列 把它终止确认 76万代掉 然后呢 我们付了现金 就是原始直接成本了哦 23,620块 这个也把它代掉 这个差额呢 就是我们未赚得的融资收益 也就是说呢 未实现的利息收入 166,379块钱 那么这个166,379块钱呢 就是要在三年之内 把它赚到咯 我们要在三年之内呢 按照有效利息法 用10%呢 10%的这个隐含利率 把它摊销 作为利息收入 这就是中华租资产公司 做这笔租资产的业务呢 所赚到的钱 是赚到钱 好 那么这个 这个分路做完了以后呢 我们以后呢 每年收到租金了哦 然后呢 要依换面呢 作为应收租资产款的减少 同时呢 也要确认我们的 未赚得的融资收入 就是利息收入了哦 那怎么去摊销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摊销表哦 那么这个摊销表的话呢 就把所有期间的 这个应该做的分路呢 跟应该任列的利息收入呢 通通把它记录下来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摊销表哦 就是租金的收款 跟这个未赚得融资收益的摊销表 这里面呢 我们有日期 就是说出租约签订的那一天 那么第一年的年底 第二年的年底 第三年的年底咯 好 我们每年呢 年底的时候呢 我们会借现金 收到租金 因为它是期末付款嘛 三十万块钱 然后呢 带应收租资产款 把我们的资产呢 应收资产款三十万代掉 同时呢 不要忘记哦 把我们的未赚得的融资收益呢 要把它转销掉了哦 转销掉怎么转呢 我们按照我们的期初的余额 这个期初的余额哦 就是七八三六二一呢 就是我们的九十五万的应收 资产款减掉 未赚得的融资收益 十九万多呢 净额是 这在净投资 对不对啊 刚才讲过 这个呢 乘上百分之十 得出来多少呢 得出七八三六二 你看到七八三六二一嘛 乘上百分之一 就是今年度应该赚到的利息收入 可是我总共收回三十万 三十万减掉 赚到利息收入呢 就是收回的本金 就是收回的本金哦 所以你看到 我这边借未实现的融资收益 然后带利息收入 带利息收入 金额是相同的咯 结果差额呢 我就要带这个应收 这个租赁款咯 应收租赁款 所以应收租赁款的金额呢 就剩下五六一 九九八三 五六一 九八三 这个金额呢 再乘上百分之十 乘上百分之十 就是下一年度 应该赚到的利息收入 五六一九八 就这样算过来的咯 然后呢 余额呢 就在冲 因为要收到三十万块钱嘛 第二年 所以又减少了 本金又减少了 二十四万多 所以我们的总金额呢 就剩下三一八一八一咯 就是净投资的金额 再剩下百分之十 就是我们第三年 都赚到了利息收入 这样的话呢 整个三年之内呢 就把全部的这个 统统从小完毕 我们的这个利息收入呢 也都全部认列咯 这是有关这个 一般的融资租赁 就是租赁公司啦 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公司 去做这种融资租赁的话呢 那主要是赚取利息 那我们的利息呢 按照这种方式来分摊 到最后呢 我们会剩下的 就是到五万块钱的 保证的残值 或者是这个 优惠的成购价格 等到我们收到这个钱呢 我们继续转销掉咯 好 这是这个 整个的这个处理方法 现在暂时休息一下 好 那么刚才呢 谈到这个融资租赁 那个表呢 摊销表我们做出来咯 那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上面 或者是财务状况表上面呢 那个应收租赁款呢 我们上面刚才不是讲过说 要把它分为流动跟非流动吗 好 我们来看看呢 怎么把它分 划分 那么在这个年底的时候 第一年底 在财务状况表中 下年度到期的应收租赁款呢 跟未赚得的融资收益呢 要列为流动资产 那么其余的呢 就列为长期的应收款 应收租赁款 好 把那个未赚得的融资收益呢 也跟它抵消掉 好 我们来看看 它的这个排列的方法呢 怎么记录 你看到这个流动资产 下面有应收租赁款 我们这个刚才那个表的 第二栏的三十万 第一年要收到 一年之内要收到了咯 减掉未赚得融资收益 五六一九八 就是我们第二年要赚到的 利息收入咯 减掉进额呢 就是我们的流动的 应收资产款的进额 其他的一年以上要收到的呢 剩下三十五万块钱咯 就第二年的租金三十万 加上优惠成购的价格五万块钱 那么它的相关的 这个未赚得融资收益呢 就是三一八一九 也把它减掉 变成三一八一一八一 那么这是长期的投资 长期投资 好 这是有关这个融资租赁呢 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上面的 劣势的这个方法 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制造商或者是经销商的融资租赁 那么这个制造商 或者经销商的这个融资租赁呢 它可以 制造商我就是卖东西的啦 我生产这个东西的后来卖 比如说我这个育龙汽车 我有生产汽车 那你可以来买 我可以直接卖给你 我也可以把 以用租的方式 比如说租三年或五年 租完了 你把租金交给我这个汽车 租完了以后呢 就交卖给你啦 就属于你的啦 这个呢就是用融资租赁的方式呢 作为推销的一个手段 作为销售我的产品的一个工具 所以呢 这种呢叫做制造商的融资租赁 在制造商的融资租赁的话呢 制造商做了两种利润 一个呢是销货毛利 就是售价跟成本的差额 叫毛利 一个呢是售价跟总金额 总应收租赁款的金额 就是中间的这个差额 就是利息收入 所以制造商呢 他赚了两个 一个是利息收入 一个是产品本身的毛利 所以这个呢 我们叫做制造商的融资租赁 经销商呢也是这样的哦 他买进来 再卖出去的话 他也赚了一个差价 他一个销货的毛利啊 同时呢 如果用租的方式的话呢 他还要赚一个利息收入 好我们来看看 当制造商呢 这个来看看 如果是制造商用这种 融资租赁的方式 来做出租他的产品的话呢 那么应该于租赁开始日呢 租赁期间的开始日 以租赁赁产的公允价值 或者是出赁人应收的 最低租赁给付 按照市场的利率 折算的限值 这两个呢 取其比较低的 作为销货收入 同学你知道 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吗 这个租赁赁的公允价值 就是那个租赁赁的售价 他现在要卖的价钱 叫做公允价值 然后呢 我们说以最低租赁给付的限值 如果比公允价值要低的话呢 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租赁合约呢 没有把整个的产品卖掉 有一部分他保留了 所以租赁借满呢 他要再把它收回来 还有一部分的这个 未保证的残值 这个不包括在最低租赁给付里面了 所以没有全部卖完 所以呢 就不能把整个的售价呢 整个的标价呢 售价当做销货收入了 一定要减除 那这个呢 叫做这个所谓 为什么会以这 取这两个比较低的呢 作为标准的这个原因 好 那么这个租赁赁的成本呢 要减除未保证残值的限值 未保证残值 收现的这个限值的这个金额 这个未保证残值 就是我没有卖出去的话 将来我要收回来的 所以呢 我的销货成本 我的销货收入呢 减掉这一部分 我的销货成本呢 也要减掉这一部分哦 才作为销货成本 因为未保证残值的限值部分呢 是我们没有卖掉的部分 没有卖掉的话呢 销货收入不能认列 销货成本呢 当然也不能认列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的这个会计处理 它之间相关的 刚才讲了那么多的科目 对不对 那么它的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 我们请各位同学来看一个图呢 你就可以知道哦 来看看 第一个呢 是叫无未保证残值 什么意思呢 就是整个的资产都卖掉了 我不会再收回来咯 所以呢 全部卖掉 全部卖掉的话呢 我们的存货 不管是成本也好 账面金额也好 全部都转销 作为销货成本 等于销货成本咯 然后呢 我们的最低租赁给付 因为全部卖掉了 这是我总共能够收到的咯 把这个呢 把它折算它的限值的话呢 一定会等于我的售价 预期的售价 就是资产的供应价值咯 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作为销货收入 所以 最低租赁给付的 就是应收租赁款 把它折算它的限值 这个 这个责算它的限值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销货收入 任务销货收入 所以这个呢 这几个销货成本出来咯 销货收入出来咯 我们就赚了一个销货毛利 这中间销货毛利 那么售价 跟我的应收租赁款的总额 这是总额 这是限值 这两个差额 就是未赚得的融资收益 就是利息收入 相关的关系是这样的 如果有未保证残值的话呢 有未保证残值哦 其实我有一部分没有卖掉哦 所以呢 我的存货里面呢 要减掉未保证残值的限值 才是我的销货成本 因为这部分没有卖掉 我不能当销货成本 同样的呢 我的限销的价格呢 供应价值也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已经卖掉的销货收入 一部分是没有卖掉的 未保证残值 销货收入卖掉多少呢 就是你的最低租赁几户 这是可以从承住那边收到的 折算它的限值 这部分算销货收入 未保证残值 折算它的限值 就是这部分没有卖掉的 那么 整个售价 减掉已卖掉的 都等于未保证的啦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呢 是我的限销的价格 供应价值 那么供应价值 跟应收账管的 现在的差额呢 就是我的利息收入 这边的话呢 销货收入 注意哦 这个没有 就是扣掉了 未保证残值的哦 就是有那个 我没有卖掉的部分 扣掉了 真正的销货收入 是这一部分 销货成本 也是扣掉未保证残值的限值 这个差额呢 就是销货毛利 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呢 大概是这样的方式 好了 同学了解了这个 这几个复杂的关系 就你要注意哦 有没有全部卖掉 如果有未保证残值 就没有全部卖掉哦 有没有未保证残值的话呢 就全部卖掉了哦 我们的关系呢 大概是这样的哦 好 续续一下好了 接下来我们还要再举一个例子呢 跟各位同学来介绍 制造商或经销商的 这个融资租润 就是呢 他如果有赚取毛利了哦 还有呢 赚取利息的话呢 我们怎么处理 这个例子是没有优惠成购权 有未保证残值 那各位同学 从这两个条件内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租润标的物呢 租期借满以后会再收回来 因为他不会买去 而且呢 还有未保证残值 我们把它收回来以后呢 还有价值哦 也就是说呢 我并没有把它全部卖掉哦 所以我的定价呢 并没有全部卖出去 不能把我的定价呢 作为销货收入哦 我的总成本呢 也不能全部把它转到销货成本哦 一定要减掉 未保证残值的限值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例子 那么从陈州人的观点 出租的观点 华邦公司呢 向方舟公司 租用机器一部 自11年1月1日起呢 租期4年 每年年初付租金20万 租期借满呢 机器返还给黄州公司 估计残值呢 是3万块钱 这个3万块钱呢 是叫做未保证残值 就是方舟公司呢 把这个机器再收回来的时候呢 如果再卖的话呢 估计可以卖到3万块钱哦 机器的维修成本呢 由方舟公司负担 每年需要2万 各位这个呢 方舟公司是出租人哦 他要负担维修成本的话呢 他每年只收到20万的租金 然后他要负担2万块钱的 这个维修成本 所以纯租金的话呢 真正的租金只有18万哦 这个要扣掉哦 对不对啊 好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条件 好了 该机器在租人开始时的 供应价值是 60万8133块钱 那么方舟公司的 隐含利益呢 是15% 这个也是用来帮我们计算 他每年要赚的 利息收入的这个利率哦 机器的制造成本呢 是50万块钱 方舟公司呢 另外发生原始直接成本 2万块钱 这是相关的资料 大概是这样的哦 好 那我们来看看呢 怎么去计算 他的相关的金额呢 先看应收租认款 等于什么呢 等于最低租认给付 加未保证的残值 加未保证的残值 最低租认给付呢 是每年的租金 20万减掉 由出租人要负担的 服务成本 那个履约成本 2万块钱 因为那个不是 他收到了真正的租金 他还要帮人家付 这个修乎的费用哦 所以减掉以后 现在18万 18万呢 存在上4年 好 加上保证残值0 好 这是最低租认给付 可以从 承住人那边收到的 加上未保证的残值 3万块钱 所以总共呢 是75 70万块钱 这是他的 应收租认款 应收租认款 好 我们来看 下面一个金额呢 是最低租认给付的 限值 我们把上面那个 由承住人那边 所收到的 这个租金呢 把它计算 他的限值 等于59万 0980块钱 这个呢 就是销货收入 我们卖掉的部分 因为我们可以 从承住人那边呢 收到这么多的 限值的金额 好 这是卖掉的部分 那么 未卖掉的部分 我们要计算 他的限值哦 好 再看下面 看下面的话呢 未保证残值的部分 3万块钱 乘上这个 4年的年金限值 因为到第4年底 才能够收回来咯 所以他的现在的价值 只有17153块钱 这部分我们没有卖掉 所以我们呢 要不能作为 销货收入咯 也同时呢 也要把17153呢 从我们的 制造成本里面减掉 才能够转入销货成本咯 从50万里面减掉 才能转入销货成本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应收注入款的限值是多少呢 这是这两个合起来咯 就608133 这个呢 跟这个95万的 这个差额呢 就是我们应该赚到 75万的差额 就是我们应该赚到的 利息收入 好 这是应收注入款的总额 这个限值 好 那么机器的制造成本呢 是50万 这50万呢 本来呢 是应该转到销货成本的咯 但是我们有一部分没有卖掉 那个未保证才能没有卖掉 所以这个50万呢 减掉17153呢 才叫销货成本 好 我们来看看 怎么减呢 好 下面的金额 就是应收注入款的限值是 608133 大于出资资产的 制造成本50万 所以呢 有制造商的这个毛利 这个销货的毛利 所以叫做制造商的融资注入 那么这是来定位 这个注入到底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咯 好 我们确定他是制造商的融资注入 有这个销货毛利 跟这个利息收入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确定销货收入怎么计算呢 等于最低注入几户的限值 等于590980 因为这是从陈注人那边收到的金额 好 这个销货收入 那销货成本呢 等于制造成本50万 减掉未保证残值的限值 等于482847 好 以上呢 是跟各位介绍 相关的科目的金额呢 怎么去得出来的 这个未赚得的融资收益呢 是把这个应收注入款的75万 减掉应收注入款的限值 那么这个差额呢 141867呢 就是我们的未赚得的融资收益 也是我们的地盐的利息收入了 将来呢 在未来的四年里面呢 要分期把它摊销 转入利息收入的 好 那么相关科目的金额怎么计算 那我们交代清楚以后呢 我们就来看看分路怎么做哦 在租赁开始日呢 我们借应收租赁款 就是总金额了哦 75万哦 借销货成本482847 各位同学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哦 就是50万的制造成本减掉 未保证残值的限值 没有卖出去的部分都减掉 才能转到这个销货成本了哦 存货50万全部转销掉哦 销货收入我们只卖了一部分 这是最低租赁几乎的限值 然后差额呢 未赚得融资收益 141867 就这样出来了哦 好了 我们同时收到现金二十万 因为是提出收款嘛 但是不要忘记哦 我们要带保险费 修理费用等等 因为这是我们预收的 将来我们要付出去的啦 所以先带掉两万块钱 差额呢 才叫应收租赁款 十八万 十八万 然后呢 我们的不是有两万块钱吗 这个两万块钱做什么呢 作为推销费用 这个比较特别哦 制造商的话呢 它的这个所谓的 原始职费成本的话呢 要作为它的推销费用 借两万块钱 带现金 两万块钱 而不可以把它作为 我们的融资 融资租赁的一个成本哦 就是关于这个融资租赁呢 它的这个处理方法 好 接下来跟各位谈到 一个营业租赁 这个陈租赁呢 出租赁的营业租赁的 会计处理原则 我们也很快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出租赁美籍收到的租金呢 要作为租金收入 就借记租金收入 借现金带租金收入 出租资产呢 应该按照其性质呢 列于财务状况表中 设置出租资产这个科目 按正常的方法呢 来具体折旧 这是它的处理 然后呢 它的如果 每期的租金 如果不相等的话 一般都会相等了 但是如果有不相等的话呢 比如说 我们可能会规定说 前三年每年租金十万块钱 后三年的话 如果你继续租的话呢 我帮你减价 六万块钱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总共租期是六年了 那么你呢 也是要把它每年呢 按照租金收入 按照相等 不可以按照前三年十万块钱 后三年六万了 每年都会按照租金收入 平均起来八万块钱 除非什么呢 除非你能够证明说 在前三年的租资产的 使用效益呢 真的很高 后三年呢 真的很低 那个时候呢 你才可以在前三年 认列十万块钱 后三年认列六万块钱 否则的话呢 要平均认列八万块钱 好 我们也来看看呢 这个出租人呢 如果因为协商 与安排营业租资产 所产生的原始职业成本的话呢 应该加继到租资产的 账面金额 好 并按照呢 这个租资产期间的 认列为费用 这个基础呢 跟那个租资产收入 认列相同 那么同时呢 要测试 是否发生减损 就有减损的话呢 我们把它这个 认列这个减损 好 那么现在我们也举一个例子 来看看营业租资产的话呢 怎么处理 穆扎公司呢 像简免公司 租用店面一间 租期三年 那么先交付租金二十万 这个以后不退回来 每年年初呢 另外付租金十万块钱 假设市场的利率是百分之十 我们来看看 他怎么处理 好 那么简免公司的分路呢 第一年初 他收到现金三十万 带预收租金二十万 带租金收入十万块钱 也就是说呢 十万块钱呢 是真正的租金收入 另外二十万呢 是带预收租金 这预收租金呢 要在三年之内把它摊销掉 所以第一年底呢 我们借利息费用 两万块钱 借预收租金 六零四二三 带租金收入 这个八万零四百二十三 这个利息费用 怎么算出来了呢 以十百分之间 去乘他的净的这个收入 所以我们这个 这位同学 这是他以他的限值呢 来计算 用十百分之间来算出来的 好 这是关于这个 营业租资金的 这个会计处理方法 另外呢 租约的修改的话呢 请同学看一下课本就好了 好了 好不好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